欢迎您继续收看VOA卫视 现在又到了我们时事大家谈的栏目时间了 就在上个周末前美中两国分别发表了有关房地产市场的最新数据 那我们看到两国的楼市成交量是有持续上涨的迹象 那么中国的高房价也开始出现了一些下探的趋势 而美国的房价则是逐渐的回暖开始止跌回升了 那么就有人开始说这个美中两国房地产市场是不是已经开始回稳了呢 那么回稳它主要的原因又有哪些 美中两国政府在房地产市场里它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能不能够来提振美中两国迟缓的经济呢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很高兴就为您邀请到两位经济专家 我们当然了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 首先我们就来为您介绍这两位嘉宾 一位呢是美国进出口银行经济学博士张曼丽博士 欢迎您 那么另外一位呢是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盖宝德博士 盖宝德博士欢迎您 好谢谢 欢迎两位 那么首先啊我想数字会说话 这个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看看几个这个最新的数据 我们先来看看就是在中国 中国的统计局呢在上个星期所发布的最新资料呢 就显示在今年的一月到八月份呢这个商品房的销售量要比去年的同比 实际上销售量是下跌了一点点大约4.1% 那么另外我们又看到了啊在中国呢它进行的一个主要大城市 中大型城市70个大城市里面呢房价上涨的城市是36个 这要比上个月呢减少了大概有14个城市这么多 所以呢就是说房价在上涨的城市现在越来越少了 那么部分的一些二三线的城市的房价已经开始有下滑的迹象 所以呢很多人这个经济学家就说 哎现在中国的这个房价好像开始下降了 不过我相信我们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会说 我这个真正想买房的老百姓好像还看不到房价的下降 我想先请盖宝德博士我们分析一下 从这些数字上来看 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是不是有开始回稳的迹象 开始稳定下来 那这个房价价格是不是会开始持续的慢慢下降呢 中国的房地产的销售性或是市场经济情况 好像稍微好一些 但是这些同期说话 但是同期说实话的话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尤其是有同比跟一年前做比较啊 你就丢掉了也许这是前十个月或是六个月的情况 今年这个这个月和前一个月做比较也很难 因为有季节调整 所以季节很重这个影响 所以我们如果就开始看 中国房地产就稳定下来了 我想这是可以说是稳定下来 所以您觉得是有稳定的迹象了 对 因为中国的经济恢复是就慢慢就开始了 也不要太激烈了 房地产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也就我就可以相信是就稳定下来 那张曼丽博士 我们在这个上个星期节目也稍微谈到了 就是说中国最近公布的几项这个宏观经济数据 其实都不是没有预期的好 那现在呢在房地产市场呢 看起来这个好像价格有下降的趋势 那很多人就表示说 这个中国房地产的泡沫啊 是不是开始在破裂了 我想这个过去在海外一直都在讲 中国房地产经济是不是要破灭了 要破裂了破裂了 您的看法呢 现在这个房地产所谓的房地产泡沫 它的这个情况是如何 那么整个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起色 对于中国的经济 会不会带来一些好的一些发展 就是这个趋势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数字 是我想说 就是它总是说有个环比啊 同比就是盖宝德博士说的 那你可以怎么比 但是我觉得这个整个那个趋势 就是说你比说八月份的数字 它是有70个城市 36个城市是上涨 其中还有一部分城市 大概十几个城市是价格不变 那么这样来说呢 价格不变和价格上涨的这个 是不是要多于其他的价格下跌的城市 恐怕这个趋势肯定一点 就是说它是已经走向稳定 回稳就是stabilizing 这个不管是上升还是下降 现在是稳定 但是我自己觉得这个稳中恐怕是深的这个趋势 恐怕会大于这个降的这个趋势 所以您觉得在稳中 但是还有可能去上升的 对 就是从八月份的数字 虽然这个数字是时间看的是比较短 就八月份跟七月份比 那至少是70个城市 36个城市上涨 那是多于一半 还有一部分城市没有涨 还有一部分是下降 那么主要的大城市经上广 整个趋势尤其是北京啊 北京连续三个月 这个房市是上涨 所以可能跟不同的城市比还是不一样 但是您说到这个泡沫 我是想说就是这个 肯定有一定的泡沫成分在里面 就是从这个房价这个涨的这个 这个这个幅度前几年 就是在2011年4月份以前 就是政策出台以前 这个涨的是有点就是 就是幅度是超乎很多人的这个预料之中 但是这个泡沫成分 就是说泡沫泼灭是不是 是不是就是 我想说的就是说 这个泡沫如果是真是有泡沫这个泡沫 恐怕绝对不是我们在美国 20809年看的那种泡沫泼灭 对经济这么大的影响 恐怕这些这些房价市场是有波动 而且它受到中国全球金融危机 刺激的影响 也是把这个波动稍微比以前高一些 可是这个这个趋势是往上走 中国缺的是地 而且人口多 而且有些它中央地区呢 这些地的价格应该越来越高 就是要多快 这个问题是多快 所以泡沫中国 中国这个金融方面 跟放地产的金融方面的关系 是跟美国都完全不一样的 中国这个抵押贷款比较少 而且这个杠杆的程度也低得很 所以如果有些危险的话 也是几个公司盖房子的公司 但不是老百姓 也不是整个这个市场 所以这个泡沫的看法 也许是很多人就看美国 然后说你看这个泡沫太厉害 中国现在不是一样吗 我觉得完全不一样 您刚刚提到很有意思 您说中国缺的是地 那我最近看到一些媒体也有报道 说在中国很多的地方政府 现在为了开拓地方政府的裁员 开始大量的卖地 那地方政府这样一个 大量卖地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对于整个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盖宝德博士 真的卖地也是 但是因为这个土地就是在城镇里面 所有权是政府的 然后在农村的时候好像是 是另一个组织 但是这卖就是让人用的话 租出来或者长期的给人用的 但是它让这个盖房子的人 得到一些多一些地 这是这十几年的房价改革以来 都是这种情况 快或是慢 也许会刺激经济发展的 所以他们就让多一些 用在房地产里面的 也是刺激经济的一个办法 是 那两位我想 我们已经有观众朋友在现场等候 不过我们还想再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谈到就是说 中国政府在2009年 这个4万亿的救市措施 进入市场以后 很多人就说 从那个时候开始 中国房地产的价格就开始疯涨了 所以到现在 好不容易有人说 看到一点点回稳的迹象 刚刚两位也说 可能是在一个稳中 继续往上升这样的一个迹象 那么到底它回稳的主要因素 有哪一些 是不是能跟我们分析一下 简单地跟我们观众朋友 介绍一下 那么稍后我们再来接听 这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问题 我们先请张曼丽 张博士谈一谈 这个房地产市场 是不是真的回稳 那它回稳的这些主要原因有哪些呢 原因 我觉得还是 就是人们对这个政府的 这个一些措施的一种期待 就市场对这个政府措施的期待 因为真正就是说 房市 那个就是 房价慢慢下降 很多原因是政府的一些措施 就是 2011年4月份 政府一些措施出台 还包括要求就是说 更高的费用 更高的首付 还有更高的一些标准出来 这个跟它有关系 那么现在在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 这个情况就是在 尤其是中国经济现在是有所 增长速度有所放慢 那么显然大家看出来 就是说政策是 中心是要维持这个 或者是刺激经济增长 那么可能 毒的这个政策当中 其中有一个就是说 恐怕在房地产这种 调控的这方面 不会像以前那么严厉 那么就是6月份 7月份的这个中央贸 这个货币政策出台 货币政策是两次降息 所以有这种 给人一种这种心理的这种 对政策的一种 一种毒吧 一种预期 是认为这种各方面政策 就是会不会像以前这么严厉 那么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留意这个货币政策的两次降息 所以整个这个 对这个贷款的环境 还是有所改善 所以就说 如果是要买房 贷款这方面恐怕 一个是利息会有所下降 恐怕整个这个趋势 整个这个大的环境 是对经济要 更积极地推动 所以对这个环境 就是如果要贷款 这个环境恐怕有所改善 所以我认为是一个 是政策方面 可是人们对政策的理解 还有确实政策 对这个贷款环境 造成的影响 使得这个房价有所回升 是 盖宝德博士呢 您的看法 我觉得我们得记得 中国有一个 是一个波动经济 而且这个波动 都是国内引起的 这个危机之前 2007年的中国的通货膨胀 是比较是人担心的 所以中国这个政府 就把这个融资就紧缩了 所以2008年开始 中国的经济已经放慢了 也是房地产的困难很大 然后这个危机来了 他们这个刺激的政策 也是很强啊 也许太强了 但是成功了 就是有也许 像国分地下 他们说现在在 010年 011年 就开始有稍微 通货膨胀就恢复了 包括在商品房的市场里面 所以中国在今年 去年底也开始紧缩一些 这个也影响房地产的情况 那这个波动现在好像成功了 这个消费价格之需 现在是2%之下 这个好像成功了 所以现在都慢慢慢慢就恢复了 但不要跟以前那么激烈 不要那么快 这个自己这个经济 就会碰到也许国分的问题 所以现在都相当不错的 就慢慢慢慢就开始恢复一下 而且中国有两种住宅市场 一个是商品价 一个是这个叫做经济房 经济房 经济使用房 经济使用房 经济使用房是受到政府的补贴 而且这个补贴也是 这个工具最重要的这部分 商品房主要是 价格波动就比较激烈了 所以我们都看这个商品房的价格 也许不太注意到这个经济房的 经济房是流动人口也可以用的 也许现在还没能买到一个房子 他们也是进行 看他们的情况 但是主要的情况是中国经济的波动 包括这个房地产的市场 是 我想您刚提到 这个所谓的补贴性住房 这可以也是说中国政府的一个 一个特殊的政策 稍后我们也可以来谈一谈 这些补贴性住房 对于整个房地产 或者对于这些想买房的民众来讲 他们应该要注意的有哪些 同时我们也要来看一看 这个在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又有什么样不一样的表现 或者什么样的一些讯息 那么各位观众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呢 是我们为您现场直播的 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 今天我们要和您探讨的 就是美中的房地产市场 是否真的已经回暖了 那么这是否有助于经济的复苏呢 也欢迎您加入我们在现场的讨论 欢迎您拨打 我们的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美国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该怪谁 我觉得骂的还是有道理 为什么 上年这个体能见的逻辑这么不通的东西 外国人怎么见 外国人怎么念 现在市场经济 你怎么还抱着这个教头不放呢 欢迎回到焦点对话 罗马就是被梦包和马戏超通的 保证你的看法是什么 每周五晚焦点对话 欢迎您继续回到 时事大家谈栏目时间 今天呢 我们为您探讨的是有关 中国房地产市场 它的一些新的变化 我们刚刚也看到了一些新的数据 那么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两位的经济学家 一位是张曼丽博士 他是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经济分析师 另外一位呢 是大西洋理事会的高级研究员 盖宝德博士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来回答您的问题和看法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先来接听 已经有几位在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 也请大家呢 简短的发言 我们希望能够接听到 所有观众朋友 您所提出的问题 首先第一位 这是来自内蒙古的杨先生 杨先生您好 请说 您好 您好 杨先生您在线上了 请说 您好 是 您能不能提出为什么呢 是杨先生您说 杨先生对不起 您的这个线路不太清楚 我们后来就听不到您的声音了 我们欢迎您继续利用我们的电话专线 稍后可以再拨打进来 那么继续呢 我们也欢迎所有的观众 在这个电话线路接通之后呢 麻烦把您的电视机或者收音机 声音关小一点 免得有这个回溯会影响您的这个发言的这个品质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 这一位这是来自天津的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请说 我说一下啊 这个我觉得呢 这回这个房屋 就是所谓这个中国这个房屋的这个房价啊 持续的不能回到正常的价位 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这个 它的所谓这个企业都是一种最国有大型企业 它是政府在后边做巨大的支撑 这个再说白一点的话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现在房价下跌了 政府拿地买的那个钱 现在政府这些人呢 他们还没赚钱了 所以这个房价它肯定下不来 我再提一个这个 这个中国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特点 可能这个几位可能不太清楚 是什么呢 就是他比如说他企业也好 工资也好 他是挣了会自己分 他这个 他要是赔了的话 他可以伸手找政府要 所以说中国这个经济特点啊 我这个张曼丽博士啊 我听了他几次这个 这个您邀请了他几次 他这个点他上这来 所以说呢 我觉得他可能对中国这种怪异的这种经济现象 可能不太了解 是吧 所以我也想听听这个 就是说他是一种很奇怪的 所以他迟迟这个房价他下不去 他也不可能下去 是 好的 我们谢谢您天津的张先生啊 张先生或许也说出了有不少 在中国一些这个民众的一些声音 就是说哎 大家都在说房价降了降了 可是我们这些真正想买房的老百姓 怎么看也看不到 房价还是这么的高 甚至还有人担心说 这些啊 这些房价 这些房价降了 真正受益的是可能是一些投资人 他手上有大笔的资金 他完全是进房地产市场来投资用的 而不是跟自己本身 住房需要有关系的 那么我想先针对天津张先生的问题 好了 盖博士 您先谈一谈 我答题得非常好 我觉得老百姓也许要买房子 就是买不到 这是应该是很普遍的经验 我们也得想 哪一个国家有很多这个老百姓 都能买房子 很多就租房子 也是在年轻的时候 或是也许他们工资就不太高啊 他们也许买不到 没有那么大一块一笔钱能去买一个房子 而且中国呢 他说这个价格不会下去 不会跌 就是应该上去 我也同意 但是中国他缺的就是地 缺的是地 人口多啊 那么多啊 到了后来 如果市场经济越来越强的话 这有一个趋势 就是地的价格应该越来越高啊 但是老百姓呢 他们买得到啊 有的买不到 他们也许在这样子租 或者如果买的话 才交出比较远一点的 所以这个预期得控制一下 尤其是城市户籍 城市户口的这些老百姓 他们以前得到的补贴也不少 可是他们也就习惯了 我们就可以住一个房子 也可以说我的房子 但是也许相当一部分的老百姓 就达不到这个目标 全球就是这样子 达不到买自己的家的这种乐 可以说 但是现在好像也有人说 其实在中国很多的房地产是过剩 在某些城市呢 其实盖了很多的房子 但是民众只能看却买不到 也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那张曼丽博士针对刚刚天津 张仙人还有一些相关的问题 您的看法呢 他说的 我实际上很同意 他说这个房价不能回到正常的这个价位上来 我的感觉也是 就是说我们前面也说 就是说这个房价总是说 整个趋势好像是 整个趋势好像是 很难看的见它要下来 就是说呢 他说这个正常的价位 我想它是 就是按任何这种比例 有的是一种是 房价跟收入的这个比例 就中国的这个房价 和收入的这个比例 就是完全有的时候超过 比如说纽约啊 超过就是发达一些国家 那么在那就是对一部分人 就是普通老百姓来说 就是他工作一辈子 恐怕他也买不到这么一个房子 所以这个就是 房子的可 叫什么 可购买性 在某种程度上 对一部分人来说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 因为他这个 他说的不能回到正常的这个价位 这个正常 首先要定义是什么为正常 就是说 如果按照就是 真正按收入来说 就是这个价位 确实是高的 就是对某些人来说 真是高不可攀 那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 该博士会许谈一谈 在中国这些高房价 最后的决策者 到底是谁来决定 这样的一个高房价 很多人说 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不完全是一个市场经济来决定的 到底谁是来决定 这些高房价的人 那么高房价 它最后的受益者又是谁呢 在这个商品房的这个市场 受益者应该是一种企业 那么企业的利润也是会得到的 而且他们觉得利润 这么弄得那么最高 最可能的那么高 就是把一块地 然后把这个增加值提到最高 所以增加值高 房价也高 所以这种战略 到了后来 也许这个成本也高 可是他们从一块地 他们得到的收入 得到的利润是最高的 但是这就是商品房的市场 所以主要我觉得老百姓的希望 就是经济房的这种 也可以说市场 但是它跟政府分配的 还有政府的一些城市化的做法 这个关系是很密切的 所以能说这个是一个市场 是一个市场 因为他们也许会买 也许到某一个程度 会有什么抵押贷款 或者什么的 但是还是有限 中国还是缺的是房子 缺的是家 也不缺的就是人口需要 而希望能买得到 是 住房是人的一个一大需求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在这个线上 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 也想要针对这样的一个话题 来提出您的看法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再来接听这一位 这是来自内蒙古的贺先生 贺先生您好 请说 大威你好 然后我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你们刚才说中国大陆的话 说是什么保障房这一块 但是我是这么想的吧 应该这样的保障房是不可能的 因为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说 它是不可能得到的 因为很多时候在一些机构的话 它内部就已经分配了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在这的话 在这的话 它怎么说呢 根本就不可能说是能拿到你 一个老百姓的手里 只是一个幌子 仅此而已 因为什么我算是一个半个 半个吧 半个业内人士 算是我这样一个得来的方式吧 好的 我们谢谢内蒙古的贺先生 提出来的说法 那么继续呢 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 这是来自湖南的左先生 左先生您好 请说 你好你好 我想说一下 就是说 你说的这个就是 刚才那个两位嘉宾也说 这个房价现在趋于稳定 刚才听众朋友们呢 也都说了 也就是说 现在很多老百姓都买不起房子 那怎么能说是稳定呢 对吧 就是说我觉得 如果真正说那个房价降到老百姓能够接受 能够买得到房子的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 因为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前一段时间房子降价以后 有很多那些建筑工地 有很多那些就是建筑房子的那些人 他们都没活干了 然后呢 生意也越来越清淡 然后呢 建立了很多房子呢 老百姓也只能是看 但是买不到 那买不到的话 就 那个房子就一直闲置在那里 那 他就算他闲置在那里 他一直也是保持这个价格 他也不会降价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想问一下嘉宾 如果说这个房子 真的按照这种情况的话 要多久才能够让老百姓能够接受 就是说能够买得到房子 非常好的问题 湖南的左先生 实际上我也想谈 就是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合理的价格 要什么时候中国的民众 才能够预期到 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来临 对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 我觉得如果中国到了这个发展阶段 是大家可以买得到一个房子 那中国就富起来了 真正的富起来了 真正的富起来了 但是中国现在还是 发展中国家 它的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 还是比较低 所以他缺的 不只是医疗 或是其他的 也是要商品要买的 他们也缺的是家 缺的是房子 中国缺的是资本 所以这个要投资 投资额要一直提高 一直很 不然的话中国就付不起来了 那什么是正常的价格 正常的价格也是 相当一部分 不能说所有的人 相当一部分的家庭 可以买得起 用也许抵押贷款 或者到了后来就慢慢把它付好了 买一个家 但是这是发展阶段比较晚一些的 这个情况 一种现象 中国还没达到这个发展 它是很快 它是全球发展得很快 但是还是跟 以发展国家 像韩国还达不到 那政府在这一方面 中国政府能做些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在过去对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些 政府的一些调控措施 那么当然也是 刚刚张曼丽博士也特别提到了 就是说 有一些地方政府甚至考虑在放松 这样的一个调控的措施 那么政府在帮助民众取得一个 更合理的一个房地产市场 或者一个价格上面 它能够做到什么呢 盖宝德博士 现在很多人批评 中国政府的经济战略 说你看它的这个 国内生产从事里面的投资 投资比例太高 而且这个消费比例太低 我觉得这种想法是错的 因为如果消费水平 把价格的影响拿掉了 还是10% 11% 9%相当快 但是你如果把 要把这个资本累起来 资本和商品 重要的一部分是房子 如果要增长得 很快的话 这个投资比例 应该很高 所以这种方面 中国的经济增资 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是适合现在情况 还有当然如果地 但是也许 中国有一个比较 一个弱的一种增值 一个是商品房 就不要太刺激 不要太给他们一些融资 但是这个经济房 这是要刺激 这个是要支持 这个是要办法就补贴 而且何先生也说的很对 也就是很多这个家 是已经分配了 对 这个分配是一种 民众渠道了 因为如果你不分配的话 你怎么分配 你不是政府分配的话 是有市场吗 市场的话 因为大家都缺少 这个价格就马上上升 这个需求太强 攻击不足 张万里博士您的看法 中国政府在这方面 怎么样能够来帮助 取得一个更合理 民众更能够接受的 一个房地产价格 这个就是 恐怕就是可能做的动作 能够就是产生效果 比较大的 我同意几个高度 还是可能是经济房 要刺激这个经济房 真正这个价格要降下 就是商品房要降到 就是说 这位左先生也说 他说真的要降到 大部分人买的这个 就是买得起房 这个是不太可能 真的是也看不到 什么时候能够降 大家都可以买的房 那么就是说 这个分配就是 关于经济房 这个这一部分 前面这个 他说他是半个业界人士 内蒙跟那个先生说 他说半个业界人士 现在确实是因为 有些腐败因素各方面 真正就是说 这个经济房 怎么分配下去 怎么支持 就是说政府可以支持 政府可以有些措施 包括像福利这种措施出台 支持这个经济 适用房的这种 开发和建筑 但是就是下一部分 就是说这个房 怎么分配下面 分配去 合理公平地分配下去 这个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前面这位先生说 他说这些房子 很多都是 不知道怎么分了的 是 那我们再看到 最后我们大概 升到不到一分钟了 我们来看看在美国 美国的情况比较不一样 美国在这个八月份 最新的数据都是 销售量也上升 房价呢也开始上升了 那么很多人就说 现在好像是一个 这个房地产的一个 这个回春的一个情况 但是在美国实际上 也有很多的民众 他是因为虽然现在 享有这个非常低的利率 可是他还是买不了房子 很多人他可能在 申请贷款的时候 就被阻绝了 被挡开了 所以在美国的消费者 他面临的问题 跟中国又好像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这样呢 盖宝德博士 是不一样的 但是中国和美国的 房地产市场的 就一致的就是 地区跟地区之间的 不一样的是很 的区别很大 中国和美国都有一些地方 这个市场是很热 有些地方就很冷 美国呢 他以前这个危机 就是因为他们 这个第二贷款给的太多了 而且收入低的人 也不应该得到 这么一个贷款 还是得到了 后来就付不起来 大家都跨下去了 有比较复杂 但是主要的是 这个问题的做法 所以美国呢 就看起来 它开始恢复 是比较低的水平 就开始恢复 而且是几个地区而已 不是全国 而且这些也就是很自然的 很多美国人 也许老人 他们这个家 三十四十年前就买了 现在就没有什么 贷款要还 可是他们要退休 要到比较小的地方 或者也许他们 他们就失去了 他们这个家就可以卖 在华盛顿郊区呢 我看了很最近 这个六个月 如果某一个家 也有一个牌子说 要卖 过几天就买 卖掉了 所以在这比较热 市场热的地方 情况就比较 可以说乐观 平均下来开始恢复 但是是比较低的水平 就开始恢复 是 我想我们今天要谈到了 这个房地产市场 很抱歉 没有给两位 更多的时间来进行说明 但是我们时间呢 就为您进行到这里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 节目时间呢 我们非常高兴 请到张曼丽博士 还有盖宝德博士 来到节目当中 与我们分享他们的看法 那当然了 我们在线上 还有许多的观众 很抱歉 没有办法让您参与 今天的讨论 如果您来不及参与讨论 也欢迎您利用 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 VOA新闻atgmail.com 您可以提出您的问题 或看法 我们会尽快地回复 或者呢 在节目当中 继续地请来宾 来进行回应 也请您不要离开 我们继续收看 稍后的VOA卫视